好,那我们今天来学习进程的虚拟地址的管理机制 通过我们上节课的讲解呢,我们知道了 那么进程呢,进程地址空间呢,它是0到3G 并且呢,我们知道系统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进程 那么每个进程呢,它的虚拟地址空间呢,都是0到3G 通过我们上节课的讲解呢,我们知道 虽然每个进程呢,它的地址空间都是0到3G 当时呢,因为每个进程呢,它的页目录表和页表不一样 所以呢,它们的地址最终映射到的物理地址也不一样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证每个进程呢,它们的物理地址呢,都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下进程呢 它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的一个管理方式 因为进程呢,它有,既然有0到3G的这么大的空间 那么它有这么大的空间,那么它呢,必然有一种管理机制来管理它们 要不然的话呢,就会带来一些混乱 那么进程怎么来管理它们呢 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在讲解进程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task,strat,这个结构体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 这个结构体呢,它呢,我们之前讲过了 那么它呢,是用来表示一个进程的 那么既然这个结构体呢,它要表示一个进程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我们必然就能看出来 它是怎么来管理它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的 那么在这个结构体里边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成员 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们主要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成员 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strat,mmstrat 它呢,是一个,这个mm呢,它是一个指针 这个activemm呢,就表示一个,也是一个指针 也是一个指针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结构体叫mmstrat 那么这个mmstrat是干什么的呢 那么这个呢,就是进程呢 它用来管理它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的一个结构体 那么在进程里边呢,就就就需要使用这个结构体呢 来管理它的一个0到3G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体 那么在这个结构体里边呢 它有这么些成员 那么因为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结构体里边 它的成员的比较多 当时呢,我这里边呢,只是摘出了一些主要的成员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呢 它是一个VM这个strat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它指向的是一个虚拟区域的一个链表 虚拟区域的链表 那么这个V虚拟区域也叫VMA 所以我们在后续的简解呢 我们都会把这个结构体 它形容的一个区域呢,叫一个VMA 这个Linux里边,它的进程的距离的空间呢 是0到3G 那么0到3G这个空间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么大的空间呢 那么那进程的话呢 必然要使用某种机制呢 来管理这些空间 管理这空间 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买彩票中了500万 那么500万呢 也是非常多的钱了 你会怎么做呢 你会怎么管理这些钱呢 那么我们可能会说 我先花100万买一套房子 然后呢 再花100万 然后呢 买股票 然后再花100万买国债 然后再花100万买黄金 然后再花100万买个车 那么这个呢 就属于说你对这个墙的支配 或者说是一个管理 那么对于进程来讲呢 那么虚拟地址空间呢 它是进程的一种资源 那么进程的话呢 必然呢 也需要用某种方法去管理这些资源 那么它怎么管理呢 同样的 就像我刚举的例子一样 它呢 也是把这些地址呢 划分成一块一块的虚拟地址区域 并且为每个区域 每个地址区域呢 设定不同的属性 比如说 我这个区呢 我里边全是数据 我下一个区呢 我里边呢 全是代码 那么下一个区呢 可能我是一些止读的数据 等等 内核里边呢 就用这个结构型的来表示 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区域 一个一个的区域 所以这个一个VMAS 这个Strat呢 就表示一个什么呢 一个虚拟区域 那么既然说这个MMStrat 它会管理整个的一个 进程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所以它这里边的话呢 就必须要用一个MMAP呢 来把这个进程里边 所有的这个虚拟区域呢 把它链接起来 这个呢 是一个红黑数 那么这个红黑数呢 是为了管理什么呢 管理这个链表上的一个虚拟区域 那么还有一个是MMAP 那么这个呢 是指向最近找到的虚拟区域 虚拟区域 然后最后面的话呢 这个呢 是一个进程的夜幕录表 进程的夜幕录表 因为我们上级 根据我们上级的简介 每个进程呢 都有一个夜幕录表 这个夜幕录表呢 就是通过这个指针来引用的 这个呢 表示用户空间里边 有多少用户 有多少用户在使用这个 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 那这个呢 是表示对这个有多少引用 因为比如说 你一个附近程 创建一个紫进程的话呢 那么紫进程和附近程呢 它的这个结构体呢 可能就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引用的话呢 就会增加 MapCount呢 是虚拟区域的个数 就像我刚讲的 我把500万分成了五份 那么 那么我的这个个数呢 就是五 那么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呢 假如说你把这段空间呢 分成了十份 那么这里边这个MapCount呢 就是十 那么这个MapCount呢 其实呢 也表示了这个 这个链表里边呢 它这个结构体的个数 因为 每一个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都表示一段虚拟区域 假如说你这个MapCount是十的话呢 那么这个链表上呢 就会有十个这样一个结构体指针 再往后的话呢 是一个MMList 那么这个MMList呢 它是一个所有活动的MM的链表 所以整系统里边 所有的这个MMStat呢 都会通过这个指针呢 把它链在一起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为了让Linux系统呢 能够变捋去统一管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呃 内核里边 它用来形容 用来描述一个进程的 虚拟地质空间的一个结构体 呃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 呃 因为我们刚讲过了 这个结构体呢 它是用来描述一个一段 虚拟地质区域 呃 那么内核里边呢 它把每个内存区域呢 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内存对象来管理 每个内存内存区域呢 都有一定的属性 这样管理呢 也是为了什么呢 也是为了让不同属性的代码 或者数据呢 让它分开来放 便于管理 所以呢 呃 我们的代码段 数据段 BS段呢 在内核里边都分别有一个 这样一个结构体的栏标数 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它的一个成员 呃 首先它这个M 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是 它所隶属的什么呢 隶属的MMStrat的这个结构体 因为进程的话呢 它是通过MMStrat来管理什么呢 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虚拟地质空间的 而这个MMStrat呢 又是通过这个结构体来管理地质空间的 呃 所以我们要描述这个结构体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指出这个结构体呢 它是隶属于哪个MMStrat 接下来的话呢 是VMStat和VMAnt 那么这个Strat跟End呢 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段虚拟内存区域在进程里边的它的一个起始的虚拟地质和结束的虚拟地质 呃 那么后面这个呢 是下一个什么呢 下一个虚拟地质区域的这样一个结构体 呃 那么为什么要有个存取权项呢 因为我们知道呃 对于代码端呢 它是止读的 代码端它是主的 所以假如说这个虚拟内存区域它它是表存放的是代码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里边的这个标志呢把它设成一个止读标志 假如说这个虚拟内存区域的这个结构体呢 它表示的是数据段 呃 那么呢 这个值呢 就可以是可读可写的 呃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设置什么呢 设置区域虚拟区域的一个权限的权限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是通过呃 把什么呢 把一些 不同权限或者不同属性的代码或者数据呢 分开来放 这样的话呢 也便于我们去管理内存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 呃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虚拟内存区域的一个标记 呃 这个标记的话呢 我们一会会讲到 呃 然后后面这个呢 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里边呢 类似我们的file operation 那么它里边都是一些行数 呃 那么这些行数的话呢 就定义了什么呢 定义了呃 呃 内核呢 它是怎么样去存取这些 虚拟内存区域 所以不同的虚拟内存区域呢 那么它的这个操作方法呢 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也是一种面线对线的思想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是一个file的一个vmfile 啊 那么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 在links驱动里面 内核里边呢 这个file呢 是表示一个文件的 所以这个vmfile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的一个文件 实际的一个文件 表示把这个文件呢 映射到了 它所表示的虚拟区域里 其实呢 也就是把这个文件呢 映射到了 这个所指向的什么呢 所指向的起始地址处了 好 那么这个是vmfile的值 那么它的值呢 表示它呢 是有以下几个值的 read呢 表示虚拟区域可读 write呢 表示可写 然后这个呢 表示可执行 这个呢 是它是一个共享的 一般来讲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动态量接库的话呢 它就是这个标记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 我这里边的话呢 只是一个文件里边呢 我首先把这个进程呢 它的一个pid呢 打印出来 然后呢 让这个进程呢 不停的休眠 不停的休眠 所以呢 我现在把它编译 然后呢 让它执行 让它执行 那么我在这里边 执行的时候呢 那么系统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进程 产生一个进程 同时呢 我们根据我刚刚这个讲解啊 064内核呢 它是通过这个结构体呢 来管理什么呢 来管理 它的整个虚拟地址空间的 并且呢 它的管理呢 其实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结构体来管理的 那么一个进程里边呢 就有很多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么每一个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它都指向一段虚拟内存区域 所以呢 它就是用一个一个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分别表示一段一段的虚拟区域 进而呢 组成了我们的整个进程 整个进程 所以根据我刚刚的讲解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任何一个进程的话呢 那么它里边呢 肯定也是会有什么呢 也是会分为一个一个这样一个虚拟这种区域的 那么事实上是不是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么当我执行这个进程的时候呢 那么它呢 就加载到我们的系统里边了 所以 列子那核呢 就会为它分配一个Task Strat呢 来表示这个进程 同时呢 也会根据这个进程的情况呢 来为它创建什么呢 来为它创建这个结构体 同时呢 因为具体的管理的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一个一个这样一个虚拟区域来管理的 所以呢 也会为这个进程的创建 若干个这样一个结构体来管理 那么我们呢就通过这个来做一个实验 好 现在的话呢 那么这个进程的跑起来了 那么既然它跑起来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到 它这个进程的话呢 它的虚拟地址空间一共有几个 每一个虚拟区域呢 它的表示的一个虚拟地址空间是多少 那么这些信息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方法来得到 我们可以CAT 什么的 PROCK PROCK 然后呢 这个进程呢 它是16662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PROCK 这个进程 然后呢 NAS 那么就会输出这些信息 那么这里边的话呢 一共有12345678 910 1112 131415 那么这里边呢 就有15行 PROCK 文件系统里边的东西呢 全部是内核里边的东西 那么这个PROCK 我们输出 我们CAT PROCK 它呢 其实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内核里边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进程呢 得到它的TaskStraught 然后呢 根据这个TaskStraught呢 得到它的MMStraught 然后通过MMStraught 这个MMAP呢 来便利这个进程里边 所有的这个VMA 也就是说虚拟区域 然后呢 把这些虚拟区域解析并且打印出来 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的这些 一行一行的数据呢 每一行呢 都代表什么呢 都代表这个进程的什么呢 一个虚拟区域 一个虚拟区域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就一共有12345678 910 1112131415 所以这个进程的话呢 它就一共有15个什么呢 15个虚拟区域 15个虚拟区域 也就是说 在内核里边呢 它的这个TaskStraught里边呢 就会有15个这样一个结构型的来描述 那么每一行的话呢 就表示一个VMA 那么第一行什么意思呢 那么第一行的话呢 这个跟这个呢 就表示这个虚拟区域的一个 起始跟结束地址 因为这个内进程空间的话呢 它是0到3G 0到3G 这个VMA呢 我们知道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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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块的虚拟区域 那么在这个小块的虚拟区域呢 在这个结构体里边呢 它会指定这个虚拟区域 它的一个起始地址跟结束地址 呃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CAT这个这个的时候呢 那么每一行每一行 那么最开始的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行 它的虚拟区域 它的起始地址跟结束地址 所以我们看到 呃 对于这个呃 动态库来讲呢 那么它的第一个什么呢 它的起始地址呢 因为我们任何一个进程的话呢 它都是依赖动态库的 所以呢 它都会把动态库呢 来映射到它的一个虚拟地址区域里边 呃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它是呃 为这个动态库呢 分配了四个虚拟区域 那么这个四个虚拟区域呢 其实是有差别的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第一个 它的权项不一样 第一个的话呢 它是可读可执行 可读可执行的话 那么它是代码段 这个呢 是只读 只读数据段 这个呢 是可读可写的数据段 这四个虚拟区域呢 那么它的虚拟地址的话呢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整个进程的话 是0到3G 那么这些虚拟虚拟的话呢 它呢 所有的区域的话呢 就是0到3G的空间 0到3G的空间 可以是0到100兆 然后100到200兆 200到300兆 呃等等 当时呢 每一个虚拟区域 它的地址呢 是不会叠加的 我们这里边看到 对于第一个虚拟区域来讲呢 它的起始地址呢 是呃 这个地址 那么接入地址呢 是这个地址 它的权限呢 是可读可执行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它是3A开始 那么刚好呢 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到这儿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址开始到这儿 那么第四个呢 是从这个地址开始到这儿 呃 所以它呢 是每一个虚拟区域的话呢 它这个地址呢 是不会重叠的 呃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也就知道了 这个 这个地址里面呢 它的进程的话呢 确实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一个一个的虚拟区域呢 来管理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例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么整个进程的话呢 它是用一个taskstruct来描述 那么呃 整个进程的一个虚拟地址区域的话呢 它是用mmstruct 这个结构体来描述 那么这个mmstruct里边呢 它有一个mmap 那么这个mmap呢 它是一个指针 它是一个指针 它是一个vmareastruct的指针 那么这个指针呢 就指向什么呢 指向了这些虚拟区域 那么每个虚拟区呢 它通过vmareast呢 指向下一个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mmap呢 来把整个虚拟区域呢 都管理到 那么每个虚拟区域 也就是每个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那么它里边呢 有一个vmstart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它的一个虚拟区域的歧视地址 and呢 表示结束地址 每个都是一样的 并且呢 它们的这些虚拟区域的话呢 是不能够什么呢 不能够重叠的 不能够重叠的 所以最终的话呢 那么每个区域的话呢 它就定位到了我们0到3G的 这个进程虚拟区域里边的某一部分 但是这部分的话呢 它都是虚拟地址 因为这里边是虚拟区域 都是虚拟地址 那么这个虚拟地址 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转为真正的一个物理地址呢 这个呢 是跟这个呢 就得回顾一下我们上几个的讲解了 因为我们上几个讲解呢 我们知道通过页表和页目录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虚拟地址呢 映射到一个物理地址 所以这里边的根本呢 就在于说需要一个页目录表 所以这个里边呢 MMstruct里边呢 就有一个pd 这样一个指责呢 它就指向当前的这个进程的一个页目录表 那么有了页目录表呢 那么就能够找到页表 那么有了页表的话呢 就能够找到真实的物理内存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页目录表呢 就可以把虚拟内存呢 把它映射到物理内存 所以通过这张图呢 我们能够得到两点 第一点呢 进程里边呢 它管理的地址呢 都是虚拟地址 那么进程的虚拟地址呢 是0到3G 那么它怎么来管理 这0到3G的空间呢 那么它呢 是通过一个一个的 这样一个vm-error-struct 这样一个结构体来管理的 那么它每个这样一个结构体呢 它都会表示 某一段虚拟内存区域 那么这些虚拟内存区域呢 都会位于0到3G的 这个虚拟地址空间里边 那么这个是第一步 但是通过这种管理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这些地址呢 都是虚拟区域 虚拟地址 那么虚拟地址怎么样 转化成物理地址呢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指针 这个指针 那么这个指针的话呢 它只限一个页目录表 结合我们上一课的讲解的 我们的这个虚拟地址呢 通过这个页目录表和页表的话呢 就能够得到它所对哪个实际的 一个物理地址 所以这张表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进程 它管理它的虚拟地址 区域的一个管理方法 以及呢 它这个虚拟地址呢 它是怎么样映射到一个物理地址 那么在这张图上的话呢 就都有底线了 就都有底线了